大家好 我是悠悠 早两天也说了这个铁牛 下起了两个蛋 看一下有没有受精 我要事先准备了这个手电筒 如果受精的话 发给各有就可以放心了 因为各有让蛋买的嘛 要对它负责任的 我这边搁着这种铁牛 这个老师傅家里还是蛮多的 要是如果不好的话可以帮它挑 如果寄过去铲不了蛋啊 或者是铲无精蛋 就很麻烦呢 哟 没有精吗 还是时间没到 有一些四道 刚才没照好 时间估计说还不是那个 这个你看 特别清楚 还行 准备让它俩先复几天 复几天拿出来 要不然伤个体呢 让它们复蛋感觉到时间来不及了 目前我这边就是快递还是不能 发 还要那个活物证明 活物证明 现在很难做出来 因为我要预防针啊 要打过之后 在他家里打 打过之后 还需要二十天才能邮寄 现在这个活物邮寄的话 还不光是我一家难寄 很多歌友都是有鸽子寄不出去 也有的歌友说 又有你家的那个 鸽子出口率差的话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你 退的 我喜欢折腾他们 我想有的时候拍视频嘛 拍给歌友们看 我就会过来打扰他们 对吧 就像刚才 他就已经 停了差不多 一分钟没有负吧 就这样的 也有的歌子胆小 受到惊吓 他也不会负担 甚至我离开这个地方很久了 他才跑到窝里面 还是双受精 还是蛮让人欣慰的 最早的时候 我还认为这个凤头的小母哥 他是小鸽子 因为他那个眼圈呀 我看着 是白的 这个估计说鸽子又会大一点 有一岁左右 但这个绝对是没有一岁的 我能感觉得出来 我认为是三四个月 结果猜错了 至少有五六个月 或者是再大一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又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歌友 还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会定时更新视频 每天都有更新的 再见